美国私人太空公司SpaceX再次发射世界上推力最强的聂英重型火箭 聂英重型火箭星期四晚间从美国佛罗里达州金艾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首次执行商业使命 火箭上载了一枚沙地阿拉伯的商业卫星 为了省钱SpaceX公司对火箭坐推器进行了回收 聂英火箭星期四发射升空之后 三个坐推器成功返回地球降落在准备好的平台上 该公司在2018年对重型火箭进行试验 将一辆红色特斯拉全电动跑车送上了太空